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宗教文 人类历史城河中 宗教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在宗教发展过程中 自然离不开各种与宗教理念 和人民生活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符号 文史和器物 我们今天着重了解一些 常见的富有积极意义的宗教文史 首先是八卦文 典型的宗教文史 先说说什么是八卦 相传古人福西创造八卦图 八卦分具八方 居中的则为太极图 周易中用一条横线和叠加的两条横线 作为基本线条 组成八组不同的组合图形 以一条横线为一样 以两条横线为一 也叫阳摇和阴摇 卦象为 乾 坤 震 迅 坎 离 根 对 八种 分别象征天 地 雷 风 水 火 山 泽 八种自然现象 亦有太极 世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 八卦图是非常神奇的发明 未来有机会我们再专门做视频介绍 八卦文是始于元代 明代始教为流行 元代是多种宗教并存的时期 明代因皇帝信奉道教 故八卦文是流行并不奇怪 但到了清代 因为皇帝意道众佛 所以代表道教文是的八卦文极为少见 且多用于官窑仿制的明代旗户上 后背引申为吉象的代表 暗八卦文 八卦源自道教 暗八卦又称为道家八宝 是八位神仙所持的法器 暗八卦以扇子代表汉中林 宝剑代表吕东宾 葫芦代表铁拐李 阴阳板代表曹国舅 花蓝代表蓝彩和 鱼谷或道琴筒 佛臣代表张国老 笛子代表含乡子 荷花或兆礼代表何仙姑 因以物代人 所以称为暗八卦 八卦和暗八卦作为中国传统文样之一 共同表达了吉祥长寿的寓意 在明代时期教委流行 在词记上常于卷草文 蝉织花卉文等组合使用 暗八卦文是始于康熙时期 但传世的文物非常少 雍正乾隆时期器物较多 且基本上贯穿整个清代 雍正观摇暗八卦文是常有 粉彩、豆彩和清花器物 万子文 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 通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 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等国家中均有出现 万子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之所及 佛教认为它是释迦牟尼胸部所献的锐香 有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 武则天长寿二年制定此字 独为万 而为其乃吉祥万德之所及 万子的符号有向右旋、有向左旋 在近代,右旋或左旋经常有争论 而大多数认为左旋、右旋都是对的 太极文 明清时期锦德镇摇词记上有用太极图做装饰的 形象为圆形用S线分为两半 一黑一白 即为一阴一阳 并在白中有一黑远点 黑中有一白远点 与阴阳相生 所谓太极即是阐明宇宙 从无极而太极 以至万物化生的过程 其中的太极即为天地未开 混沌未分阴阳之前的状态 义经曾经说 事故亦有太极 事生两仪 两仪即为太极的阴阳二仪 八宝文 前面提到过道教把八仙手持的八种器物的符号代表 称为安八仙 而佛教中则用八吉祥作为八宝的符号 此起佛教文样 为藏传佛教象征迹象的八件宝物为题材的文式 始建于圆 流行于明清时期 八宝为 法轮 法罗 宝散 白盖 莲花 宝瓶 金鱼 盘长节 五供阳文 即佛签供奉的五种物品 成化观摇此起上出现这种文式 为莲花 白罗 兽陶 宝山 和猪台 以上就是今天简单介绍的几种宗教文式 其实宗教文式也有很多种 但是相较于之前提到过的动物文 植物文 几何文 宗教文式还是显得比较少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麻烦您点赞订阅 并分享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